今天呢 要去南京 今天呢 要去南京 中華民國法定首席 歸還舊都 Let's go Pure個嗎 或是通話要Pure個 對 好 換一次 您可以 對 您可以 謝謝 拜拜 好 放去問他 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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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玩 500的喔 對 500多的可以 OK 這個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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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公打來這什麼版 軍區 而且已經說有沈柏洋名字 你看 我看 一定有沈柏洋 阿姨 你看 阿公打來這什麼 這個 194 你看 好 這個 台灣現在都是這樣 重點就是這個 民主獨裁 然後我們1949 紅色獨裁 一定有一本有沈柏洋 對意思 是不是 所以我沒有虎爛吧 這台灣機場裡面創造劇 好 拍我們的飛機 終於 終於降落了 還在下大海 終於到 終於出光了 比預想中快很多 外送員在外面了 真的喔 外送員在外面了 認真 真的嗎 這麼快嗎 沒有吧 應該沒有 可能是你的 不要亂警報 不是 你的網友怎麼會知道外送員 終於他就是外送員本員 大家如果你要看直播的話 你會想說到底多少呢 我跟大家講 我已經消耗了很多了 那邊還有一包烤雞 不敢開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 我必須說這個 麻辣田雞真的很好吃 但是 很多人不敢吃 但真的很好吃 可以大家講 但是很飽了 這一波我真的沒辦法吃完 所以我們現在在想辦法散 目前現在時間呢 1點39分 然後我們現在有一堆四美女 所以今天真的是很炸裂 這兩天會非常失控 我是沒有想到 但是真的很感謝大家的熱情 謝謝各位的熱情 讓我跑斷了腿 真的真的 謝謝大家 三隻松鼠 光是要松鼠才啃的啃 這個超硬的耶 你打不開 你就撥到這裡 指甲都被 指甲都被 指甲都刻出洞來了 這到底要怎麼吃啊 我真覺得你這一件 一定會被假售服務費 髒死了 交給主人去煩惱吧 這不是我製造的 這裡呢 這裡呢 是紀念北伐跟抗戰時期的革命烈士 店內呢 刻有33,224名 代表陰烈的名字 這整片都是衣果 這整片都是衣果 中山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這邊真的是人山人海 據說中山林現在已經成為南京 非常重要的景點 對 就像武哲天一樣 有了一個武志碑 武哲天是一個字都沒有 先生的墓碑是有碑文的 碑文在哪 就是這個 就是前面的 只有這個碑文 對只有這個碑文 它有前碑文但它沒有墓子 對沒有墓志明 國民革命遺族學校 這個學校呢 簡稱南京遺族學校 在1928年建於南京 主要是在遭收被罰 及辛亥革命中的陣亡將士子女 國立中央博物院 我們正中間這個大樓 就是由梁志成所設計的 仿妖戴建築 這個還蠻有意思 我叫淮陽賽事 所以有一點這個淮陽江邊的那種客棧的感覺 還蠻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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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面有孫中山 歡迎收看栗子格關山 欸不能 這裡是孫中山的辦公廳 後面那個是端方所建的 端方我們之前也講過 然後這個姿勢呢 是照著孫中山 他1912年做臨時大總統的時候 的知識所複刻的 其實這個有一些背景啊 我認為背景當中一個是 因為民國的很多的領導人都是基督徒 所以呢 這個洪秀犬呢 他們認為他是活不下去了 他起來反 他是起義 他是起來造反 他造反是有理的 造反有理啊 革命無罪啊 所以他真的 反而這個評價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 我們台灣重視的是 他在這個反制的那一款 國著名女作家 人道主義者 路比爾獎獲得者 謝珍珠女士 那麼在1921年的時候呢 我們金陵大學 創辦了中國歷史上 第一個農業經濟系 當時我們的 布卡先生 就是我們的首任西主任 這個就是我們當時 金陵大學農學院 舉行的議農會 因為在1911年的時候啊 暴露殘災 所以當時我們的 民族實業家 張簡先生的起義 我們可以啃光之術 以功戴政 也受到了不少 民人支持的一些支持 比如說我們的孫中山先生 第一次來到南京大庭沙 避難同胞紀念 感受卻是相當的震撼 而且 尤其在 裡面有一個 萬人坑的部分的 揭露跟斬樹的時候 確實讓人 忘了確實 很強的氣 現在參觀完了 我們就要離開了 因為我們就要離開了 每天都要離開了 然後到那裡 你不要在乎 你不在乎 你不在乎 我在乎 我已經看起來 你不在乎 自己看起來 你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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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在乎 這就是不重要的 這個不重要的 這就是不重要的意思 南京最熱鬧的不行 相當於台北西溫度的 今天來到這個行之教育論壇 中國歷史的教育是影響非常大 但是其實在孔子之前有沒有教育呢 有教育 只是他就在福建貴族的上面 根據周禮的記載 他裡面就講到說 養國子禮道乃教育六義 書就是好好的寫字 但現在給大家打字手機多 寫字漸漸不行了 我講到最後我要分享一個小小經驗 我覺得書真的對我們太重要了 因為我們做這個頻道 總是要剪點片 然後做字幕 現在其實有很多AI字 但孩子們我都叫文字 因為我自己的助養 或者是共同村都很年輕 二十四多歲 常常在挫字 搞到後來他們都犧牲自己叫文盲 連我都連在那裡 拖了因為我太忙 沒時間管頻道 我說來你叫這就好了 結果李史哥你現在是文盲嗎 怎麼常來挫字呢 哎呀這實在是頭很痛 我都覺得我的中文程度不是很好的 到了他們這個落差就很大 所以其實教育裡面的這個基礎的話 部分也是很重要 教育跟生活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我想在兩岸交流的時候 如何把教育做好交流 其實是更加的可以去深度到社會的一些脈動 台灣今天教育的一些狀況 其實是深刻的反應 台灣今天社會的一個形狀 還有年輕人的一些思潮的一些根本 我就在想陶知行是誰 我去查了一下 原來是陶知行 但是在台灣有一個教育系統裡面叫陶行之 那為什麼呢 陶行之陶知行他在哪裡 我們知道陶知行先生 他的偶像是王陽明 知行合一的代表 但是他說行在知前面 是到了他生涯後期的時候 為什麼呢 因為他到了1934年的時候 他有敢行是知事 知事行之成 所以他就開始改變 而且他長年都在農村做農村教育 那農村教育其實會跟誰比較好 我想大家也知道 這會跟共產黨比較熟悉 因為共產黨對農村的建設 跟農村的經營是非常有成的 而國府啊 他主要的是在上層結構 跟國家的打法的上面的進行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有趣的經典 就是說雖然在台灣現在 也比較不學這些故事 但如果有學的人 大部分就叫陶行之 因為他還跟國府熟悉的時候 大家把它提到在知行的層面 那當他變成行之的時候 因為跟共產黨比較好 所以國府就把他的故事就封停 也不黑他 就把他的暫停鍵 就說他叫陶知行 在台灣呢 我們接受的是 國民黨人的這個史關 所以就留了下 這非常有意思 所以我們會來和修竹中辦了新派小學 陶行只是手上小學 所有的廢物都在於小朋友的經濟 環節在高北亞會 二十八個國家可能在宣傳 所以我說為什麼我們這裡 特別適合青少年來 因為行車先生 讀案居住新管理工 因為行車先生 讀案居住新管理工 出去遠方 好張描揚揚揚揚揮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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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張揮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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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揮� 就是很棒